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口号治理国家 早前的钢铝关税政策才刚刚开跑 特朗普星期四再签署总统备忘录 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处 研究向中国进口美国的600亿美元商品 征收贸易关税 此外也要求财政部研究 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特朗普指出 中国的制造业过去几十年迅速发展 抢走了美国的科技 知识产权和就业机会 加上两国双边贸易严重失衡 导致美国出现最严重的贸易赤字 因此美国必须要实施关税政策 惩罚中国 特朗普已经指示官员 在接下来的15天内列出关税清单 争取民众的意见 预计涉及1300种商品生产线 高达480亿美元 相等于1876亿令吉 特朗普强调 这项政策将让美国更加强大 更加富有 但是经济分析专家直接打脸 强调不只会两败俱伤 美国可能还会是输家 专家强调 目前无法确定这类型的关税政策 能否让制造业工作回流美国 但可以确定的是 所谓美国优先的政策 只会降低美国国外竞争力 让国家越来越封闭 更糟糕的是 各种物价会不断水涨船高 最终受苦的还是美国民众